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一次行动中他们并肩作战 一举摧毁了一个毒品窝点 可遗憾的是让毒贩头子跑掉了 当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 毒贩头子找到了他们并且杀死了龙哥 为了给龙哥报仇 找到毒贩头子 大家采取了各种手段 终于找到了毒贩头子并击毙了他 在一次意外中 阿友拍到了达叔与毒贩交易的过程 他便告诉阿丹和王瑟 王瑟知道之后为了保全自己 于是杀了阿丹灭口 又再赃阿友 使他被停职 然而这一举动引起了阿友的怀疑 一天 阿友的女朋友阿美在家里发现了这盘录像带 并知道了王瑟与达叔也是同伙 但为了救阿友 他还是把录像带交给了王瑟 从而导致了杀身之祸 这时阿友与雪玲终于明白了一切 一个毒贩在一次茶钞中侥幸逃脱 伺机复仇 在卧底警探梁家人和同事郑玉玲婚礼的前夜 残酷地杀害了他 同为警察的张学友 立时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并且挖出警察局内部的内金 更多精彩内容 各位还是自行去观看一下吧